你说电影人对电影的感情是不是都特别复杂 别人们不知道 但是冯小刚冯大导演肯定挺复杂的 对冯导的贺岁大片四人定制即将上演了 而他又是春晚的总导演 真的是抢尽风头 不过正所谓高处不胜寒 相信冯小刚也会感到压力山大 于是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又爆出有退出电影圈的想法了 原话是我对电影有点反感了 当然我们别断章取义 来听听冯导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这时代也可以 我可以在今天翻篇吧 这一页翻过去 我现在特别想过一个不工作 非常闲散的生活 我一直想跑到那个什么纽约啊 这些地方去呆着 我这么多年和电影在一起 我有点反感它了 或者我很麻木了 你看我有点反感了 这是审美疲劳吗 估计冯导是想学习梁朝伟去纽约喂喂鸽子 梁朝伟不是去的伦敦吗 去哪喂鸽子 反正这就是生活 我也听出来了 其实冯导说的是一时对于生活的想法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可能也会有就是想那种不工作呀 过过闲散的生活的这样的想法 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我就想到铁领喂喂鸽子 要怎么说呢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冯小刚要退出 这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10年在宣传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 现在我不干了 也一事无忧了 但是冯小刚退休 并不单单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选择 对上一次冯小刚发过 躺在功劳部上睡觉的感叹 表达了隐退的想法 直接引起过华裔兄弟股票的动荡 而电影1942遇冷 又导致了华裔兄弟股票连跌 所以可见冯小刚这棵摇钱树 对于华裔兄弟的重要 从早期的甲方一方 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1942 冯小刚一路把视角 从小人物的喜剧 转到大气磅礴 回顾历史的高度 但是1942却遭遇了票房滑铁卢 其实1942的票房评价都不错 只不过相对于冯小刚的效应来说 有一些偏低 所以这次冯小刚带着 私人定制回归贺岁档 他也直言 这个是为了还王中军人情 因为在拍1942的时候 对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用业内人士的话说 冯岛在电影圈打拼多年 真要下决心离开 光是把自己欠的人情债还上 就够忙过好几年的 这不吗 刚刚说要慢慢拍几部电影的冯岛 又被点名去指导央视春晚了 冯岛的央视春晚 狠掉大伙的胃口 我特别喜欢 自他走马上任以来 各种消息爆料不接月儿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官方回应 马上就要有了 因为春晚导演组在官方微博上说 冯小刚将会在本周六 也就是26号 上网回答关于马年春晚的各种问题 冯岛的春晚 私人定制 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发声 但是春晚条件也是有条不紊的 语言类节目 一审周五就要开始 以往哈文要求是 所有语言类节目 必须从一审参加到三审 一场审 审查也不能落下 但是冯小刚的要求不同 那就是谁准备好了 谁就来 观众最想知道的肯定是 赵本山准备好了吗 据说剧本框架出炉 后续还要修改 定个剧本才能够定演员 你是等于什么都没说吗 我说了也不准确 还是等着听冯岛 看冯岛的 看看他会给我们带来哪样的惊喜 好我们一起期待吧 接下来 感谢观看